黑龙江的 广东的 哪里都有 全国的都来过 没有没来过的了 在这儿交号排队 人一片的 就是没有好吃也不好吃 这一锅大概五公斤 一锅最满五公斤 一片十两万公斤 有时候一个月的话能挣到二十五六个 走进人间烟火 发现天下美食 大家好 我是爱吃爱喝小豆哥 咱们今天来到了河道的运城 近期在网络上一直是非常的火爆的喷泉牛杂 九一年的小哥 手里面还有其他几个企业 几个餐饮店 现在依然还是晚上出摊 卖牛杂 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想法 是一种什么精神的 咱们对他进行一次摊访 等了半天 老板终于来了 这老板还真不知是牛 还真是开着奥迪车回来了 就是家里还有个家路 这个是什么东西 老板 这是萝卜 这个里面的汤是跳的老汤吗 这是牛骨汤 牛骨汤加了酥牛油和酥牛油 酥牛油和酥牛油有什么区别 酥牛油加的不好吃 酥牛油加的好吃 和鲜香 老板您当时怎么想到这么年轻 怎么能想到去做这个应该说是小生意 我现在就是开店开了很长时间 因为我创业是12年了 我从很早初农业我就出来打工 我开了很多店一点 开店是非常非常低 占钱 第二块是占经历 就是做一个小摊的话 我现在觉得做的挺好的 也不少卖 然后和店这么差不多吧 您现在还有其他的生意吗 有啊 我有快餐 也有烧烤 包括炒鸡米饭 很多东西我都有 还有华莱士的店我都有的 现在就是说咱俗乐店的小摊 四位还有几家店 还有12家 12家店 对 我有12家店 你看我现在干这个餐饮干了12年了 我最大的体验是说什么呢 就是人最怕来回的换活 就是你看着这个也挣钱 看着那个也挣钱 他就挣不了钱 就是坚持做一件事把它做好 就能在这个行业里面它有知识体系 比如说你做餐饮 它有餐饮的知识体系 它不是说随随便便来一个人 它就能赚到钱的 要努力 而且要坚持 像咱们这个现在是什么价格的 多少钱一份 它有十块的 让别人尝尝味道 不过那个量也不少 有个小姑娘能吃个差不多 就十块吃五 二十二十五三十五 多少钱都能做 十块钱很很实惠啦 你像买份拉面 你没有我放的肉多多了 十块钱呢 你像花十块钱买个大份抽豆腐 咱这个能吃很多肉 市场上的牛杂有些不一样的 咱的牛杂是不泡在汤里面的 因为咱的肉是新鲜肉 肉啊它放了两个小时之后啊 就是有很多它是泡在汤里面的 咱们不泡汤里面 这样肉就会保持一直新鲜 小吃把它搞好吃 有配方美用 就是注意细节 肉是干净的 高汤又是 好高汤 你说料又是好料 因为它咋做都不难吃 这个是麻椒油和藤椒油混的 做的这个油 这个是香醋 这个是斯巴辣椒做的红油 这很红也很香 这个是我们炸的辣椒油 那个辣椒油啊 我听说中国油 这个产品品种不一样 是不是突然味道也不一样 也不是 你要是想把那个辣椒油做好的话 就是放辣椒 主要是掌握好油温 只要油温掌握得好 这个辣椒油它就做得好 不像网上说的那种 加各种大料啊 那个东西不好吃 就是纯辣椒最好吃 真的 加了手这么快就行 花椒油 这个对花椒的品种啊 产品有没有这个就不一样 这个油很大的要求 因为我当时挑市场上的麻椒 还有包括这种油啊 我挑了很多款 炸出来油是不一样的 加花椒啊 加麻椒的比例都不一样的 做出来也不一样 这麻椒油就味很正的 然后尝就是舌头麻的 都已经在跳舞了 尝不出味道了 就像它那个红犬 应该怎么理解呢 这个是看的好玩吧还是 这个就算是跟一个营销噱头一样 你比如说这个喷泉啊 它刚开始 然后顾客来 一看喷起来了还挺新鲜 但你不好吃第二次 你喷一米糕才不吃 没有太大意义 咱这个各种规格老板就是一板上大概能买到什么 四百雷吧 四百雷 什么是面子 有很多人不好意思出来摆摊了 但是你出来摆摊的时候 我当时也不好意思了 但是出来就扣了 发现也没钱 就是挣钱嘛 这个项目就做了四个位 刚星期我就做了 赶到了第一个 赶第一个 收钱八道账六十元 我当时是晚上看的 我连夜就去学了 因为我考察了四五家 我真的是跑了特别多家 因为我自己开了很多店嘛 除了我们回来就联络 收钱八道账十元 过去了 这就是当初的选择 是感觉的 对 因为他本身投资小 另外你看到他出餐也很快 我当时就想 收钱八道账三十元 你现在是做了这么多要好 现在又能做到在网络上这么多 你现在又做了 波动不正面的 有什么 我的波动就是 那个 说不到 少拍我 我就这个波动 不好意思上镜 有没有外界的 这龙江的 广东的 哪里都有 全国内都来过 没有没来过的了 老板 我刚才我看到 您是第一辆奥迪车 搭的这个 哥是这样的 我买奥迪买好多年了 车是靠其他地儿挣的钱 做这个你说几个月 不可能买到奥迪 但是你说它就是 比一般的店生意好 能挣点钱还行 我是两台车 车在家的话就是 我老婆一辆我一辆 一辆奥迪还有 还有一个路 老婆我看到这顿 大家都是先 然后再去排队等着 对 在这儿 交号排队 人人偏等 就是没有好时也不好时 你们是想在药店的吗 是的 经常过来吃啊 嗯 小小小在这儿味道怎么样 挺好 我每天都是 我喜欢吃的 味道怎么样 很好的 您说味道可好了 不行 我得端过来 没事吧 没事 聊聊天啊 你知道的它有几家店 我知道的好几家的 现在就是很多的 有面馆 还有快餐 你看看那个店生意也很好 鲜饼这个店生意也很好 那个意思说它有那么多生意 还在这儿辛辛苦苦搞这个吧 其实我认为这儿挺好 说明这个 这个小伙子还能干 能干 心态好 对 心态非常好 不得和美女聊天了 这个味道 我说你实话 非常的人性化 非常合理 实惠 不但能吃饱 还能吃个好味道 不雅鱼一般在火锅店里 我说你实话 吃火锅 管饱还能解馋 作为91年的一个小伙子 应该说是 应该说已经就好几家实体店 但是依然在这个地方 这种精神 起码 值得我们很多人去学习 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 非常的胡闹 有的事情对于是很老一族 所以说这个老板真的是不简单 我现在已经不差钱了 说实话 我还说啥哥 我现在就是 不是说特别有钱 但是我也不缺钱 哪怕我所有的店都不干 我现在就收房租 我就完全够花了 而且现在说什么呢 我总理的想法 我是想做事业 车也有好几辆 然后呢也有房子 也有门头 什么都有 然后呢 我想法来了之后啊 我是说干就干 真的 就是说可能说 有些人他不愿意摆摊 可能说有面子 你都摆摊去了 所以说可能面子上过不去 但是面子上能过去 真的能挣钱 真的是有钱才有面子 好吗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